好,請看一下立體9 立體9呢,我們要畫平行線 而且呢,是要通過P點 做一條直線平行L 所以呢,你現在要畫呢 就是從P點這個地方呢 要畫一條平行線 這個跟L會平行 而且會通過P點 這個要怎麼畫呢 好,這個我們首先呢 拿出你的尺出來 通過P點呢,先畫一條斜線 斜的喔,先畫一條斜的 然後呢,假設呢 它跟直線L交於A點 然後呢,接下來呢,我們就想辦法 把A這個角呢 搬過來P這個地方 那所以呢 你就拿圓規出來 以適當的長度畫一個弧 然後呢 在圓規不要動喔 圓規不要動,畫完弧之後圓規不要動 然後把它移到上面來 P點這裡,再畫一個弧 再畫一個弧 那請你記得喔 這個弧呢,一定要跟 這個斜線這裡呢 一定要有一個焦點 一定要有一個焦點 然後呢,我們就要把A搬過來了 所以我們就量量看這個B跟C 就是A,角A這個角呢 這個張得多開 移過來這邊 圓規不要動喔 量好之後不要動 移過來這裡 然後開始量 量完之後呢,做一個記號 假設這個點呢,叫做1點 那你拿尺出來喔 把P1兩點呢 把它連成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呢 就會跟直線L會平行 為什麼會平行呢 原因是因為 你今天把這個角A,B,A,C 就搬到角 這個珠P1這個地方來了 這兩個角呢,叫做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呢 所以這兩條直線呢 就會平行 這是我們的一個 呃,齒規做圖的一個做法 好,我們再來說明一下 你畫出來,你畫出來的這條直線呢 為什麼會和直線L會平行呢 原因是因為呢 這邊呢,當你在畫的時候呢 這邊有兩個角 打星星的這兩個角 這兩個角呢 是同位角 那同位角相等的話呢 這兩條線就會平行 我們是利用這個原理來畫的 有同學就說呢 老師剛剛你是用同位角來畫 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角A呢 搬到角P這邊來 然後呢 你畫一條線 它就會平行 那有些同學就說啦 那 老師那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我們其實判斷平行線 除了用同位角相等來判斷平行 其實還常常見的是 比如說我們用內錯角相等來 這個 判斷它平行 那內錯角角相等 怎麼樣畫平行呢 有些同學就很聰明喔 他說老師我知道 我把這個角A 我不要搬到角P的右邊 我搬到左下角這裡 那這時候呢 你把它連起來 如果說你兩個星星相等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這兩個角呢 就是一個內錯角 內錯角相等 它也是會平行 上面這個圖呢 它是用這個同位角相等來畫 會平行 下面這個圖呢 這個是內錯角相等來畫 也是會平行 那你當然 你也可以用平行的定義來畫囉 兩條直線同時垂直另外一條線 它也會平行 所以呢 這個有很多種畫法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再快速的畫一遍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通過P點畫一條斜線 假設焦點是A點 然後呢 現在你要把角A搬過去角P那個地方 先在角A這裡畫一個弧 然後呢 原規不要動 在P點這邊呢 再畫一個弧 一定要有焦點才可以 然後呢 這個量量看這個BC兩點 這個多長多寬 然後呢 移上來做個記號 假設交於E點 把P點跟E點呢 連接起來 它就會是一個 這個平行線 這是我們快速的 把這個做法呢 給大家做一遍 那為什麼會平行 就是因為 這兩個星星這個角呢 是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 所以呢 這兩條線就會平行 一段時間 我們就先進去了 前找 頂 罉 對